社區檢測中心以及檢測站 即日豈可為三歲以下有同檢測 即日豈可為三歲以下有同檢測 因應過關的需要 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站 从检测站的服务即日扩展至三岁以下有同 如果有需要检测中心的专业医护人员会评估个别人士 特别是一岁以下应义 是否进行是否适合进行息子採用 政府发言人说所有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 需要持有出行前48小时内进行的检测阴性结果 任何类别的人士都没有豁免 包括三岁以下有同 以至于从内地或其他任何地区来港的三岁以下有同 就豁免相关要求 另外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谋 昨日到访在土瓜环体育馆的社区检测中心 他说通关之后检测需求大增 说自上星期五开展 全港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 每日进行超过25,000个自肺核酸检测 而目前检测能力仍然充足 玩具展一年四日在湾仔会展举行 在本港和内地首阶段免检测通关之后 首个的实体战略 玩具车、公仔模型等等 各种玩具都可以在玩具展找得到 过去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展览在线上举行 今届终于重临会展 今届展览连同同期举行的婴儿用品展 文具及学习用品展 共有超过1,000间展商参加 当中超过250间来自内地 广东省商务厅月贸全球计划下 更加有超过120间来自广东省 包括这间第一次来香港参展的 汕头玩具商 香港就是面向世界的以上窗口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会碰到一些合适的客户 可能疫情几年客户都没有过来 现在放开了 就是全球的需求又重新开始复苏了 这间来自宁波的参展商说 过去二十几年一直有参与香港玩具展 期望今次参展可以带动汉城生意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客人了 因为疫情原因 然后我们也出不去 然后客人也进不来 很多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办法 就可能直面的展现给客人 没有通关的话 我们都是靠邮件 然后电话来联系 那其实也还好 但是相对我觉得面对面的谈的话 会更方便一点 由欧美展商也都提到 通关有助香港和内地的商业活动服装 对生意感到乐观 也都计划新生去到内地拓展业务 无线电视机就是一顿结形步道 内地恢复办理副港澳旅游签注 多个出入境贵委出现办证日龙 全国3200多个公安出入境贵委 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仿佑申请护照 和旅游商务副港澳签注等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 接待大厅不少市民排队办证 因为这三年都没有出过门 然后以前也经常去香港 所以的话 而且我们去香港有点公事要办 然后正好要去 在珠海香州区的公安局出入境 接待大厅 同样有大批市民来到办证 由于过澳门可以用自助机扮你签注 而且即办即有 有人就打算申请签注先去澳门 再过香港玩 因为很久去香港 是有三年没有去了 然后就是它刚一开关 我是想带我女儿去那个迪斯尼玩一下 在深圳福田分局出入境服务大厅 也都有不少人来办理赴港签注 我这张卡是没有过期的 就还在这个有效资内 以前的话不是直接就在这种 过一下它就会打出来的吗 如果去香港的话 今天能用这个自助机吗 就是取证机 取证机 对 香港要走人工 职员说赴港签注暂时 不可以好像疫情前 用自助签注机办证 而且要先网上预约 再按预约时间前往办理 办证需时大约七个工作日 还好吧半个小时就办了 预约到号了就很好办 也都有人尝试即场办理但不成功 最近一周都是不满了 12点看下能不能放号出来 不能放号我们就抗了 想去其他城市看一下能不能拿到号 广东省公安听话会尽力开放 所有办证窗口提升效率 并会为有紧急理由的申请人 开辟绿色通道尽快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在深圳报道 即日起乘客可以使用深圳地铁 阿里PHK或者支付宝的应用证试 素以维码搭深圳地铁和港铁 随着本港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 为了方便两地市民出行 深圳地铁集团宣布 乘客可以使用深圳地铁 阿里PHK或者支付宝的应用证试 在深港两地搭地铁或者港铁 如果使用深圳地铁应用证试 要先更生制度最新版本 在本港搭港铁之前 打开乘车的页面 将城市由深圳转成香港 就会出现香港乘车码 阿里PHK或者支付宝的用户 就在出行页面将城市更改为深圳或者香港 也都会出现两地的乘车码 泰国突然取消要求入境外国旅客 必须接种至少两针新冠疫苗的规定 新加坡就重新 不会针对中国旅客实施检测要求 为重症个案可以由任何地方输入 在北京 外交部强调要避免将防疫症止火 中国星期日开关之后 第一班中国航班飞底曼谷苏凡纳部机场 当局有欢迎仪式 副总理兼卫生部长 以及主管交通和旅游的两个部长都在场迎接 预计第一日有大约3500个中国旅客入境 按照最新安排 这批旅客入境之后 无需出示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证明 措施上的星期六宣布 原定星期一凌晨生效 卫生部长最新表示措施已经取消 说考虑对中国和全球有充足的免疫水平 强调没有打针的旅客 也都可以无限制入境 旅游业是泰国重要经济支柱 热门旅游胜地布吉的旅游局 早前就去信政府 说要求旅客打两针 威胁旅游业复甦 至于日本就进一步收紧限制 坐澳门直航机入境的旅客 要提供72小时检测阴性证明 底部之后也要接受核酸检测 同内地的旅客看齊 星期四生效 其他要求中国入境旅客 提供检测阴性证明的 还包括伊拉克和匈牙利 当众伊拉克计划星期日起 要中国入境旅客 提供72小时检测阴性证明 比利时就开始检测中国航班的污水 当局华在上个星期六 首班抽验航班的污水样本 发现新冠病毒 但当局最关注有没有新的变种病毒 就因为污水耐母分辨而难以确定 在北京 外交部再次呼吁各方从事实出发 避免将防疫政治化 对此中方以最大的诚意 本着实施求是的态度 与有关国家进行了充分沟通 但令人遗憾的是 少数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 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并将采取对等措施 发言人重申 中方愿意继续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因时因世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措施 没有对中国旅客实施压外检测要求的新加坡 卫生部长黄月康强调 当地输入个案当中 只有小部分来自中国 又说重症个案可以从任何地方输入 不会采取歧视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将结疑报导 泰国总理巴育正式加入新政党 为争取连任做准备 巴育星期一在曼光 斯吉、斯丽吉、皇后国家会议中心 登记加入统一泰建国党 矫交二千泰珠终身党员费 以及换想象征党员身份的外套 巴育说加入新政党的主要原因 是泰国必须继续前进 他一直思考如何能够继续解决国家问题 但他无办法单独行事 而是需要一个团队 68岁的巴育 2018年发动政变上台 2019年大选入面 作为人民力量党的总理候选人成功连任 泰国国会将会在3月23日完成本届任期 45日内会举行大选 由于法院早前裁定 巴育最多担任总理至到2025年 以为他即使再次连任 也都只能够做一半任期 俄污战事持续 沐方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 巴克木特附近 展开新一轮猛烈攻击 总统泽连斯基说 乌军正是俄军正是頑强抵抗 而据报英国考虑首次提供坦克 援助乌克兰抗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放片段 说东部哈尔科夫州一个市场 礼拜一被俄军导弹击中 造成两死六伤 伤者包括一个十岁的女童 又说乌克兰东南部九个地区 24个钟头内都遭到俄军轰炸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 俄军继续在顿叶茨黑地区展开进攻 偏及乌军整个前线地大 乌克兰国防官员说 俄军加强进攻巴克木特市附近的 岩框城镇索列达尔 乌方早前击退俄军一轮攻势 但是俄军迅速卷土重来 并在重型火炮掩护下 展开战略部署和增加人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 为解放整个顿巴斯地区 又说乌军在索列达尔 以展现的任性 有助乌克兰争取更多时间和力量 有分析说 一旦俄军攻占索列达尔 将会有助加强进攻巴克木特 俄乌两军早前在巴克木特的攻防战中 都蒙受严重损失 不当地大约六成的建筑被毁 另外乌克兰警方说 两个英国义工 在前往索列达尔途中失踪 英国天空新闻引述西方消息说 英国正是考虑首次向乌克兰供应坦克 至于早前说 不排除向乌方提供炮型坦克的德国 总理索列达尔辞说 德国将会继续和盟友一同行事 有必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无线电视记者周何音博德 商报社评 贸法局主办的香港玩具展 沉起一年四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这个是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之后 首个在香港举行的实体展览 连同同步举办的香港英语用品展 香港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 三个展览 共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间展商参加 这个只是香港会展业复苏的开始 有理由相信 随着内地和香港恢复免检疫通关 本地会展业将可引入更多活水 经济日报写平 劳福局局长孙玉咸透露 新退出的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反映更性预期 正好显示 逆下延览和保留人才各别阻力 正是迅速消退 不过要充分把握短中期经济反弹复常 以及长远升级转型的种种机遇 必须做好传盘人力规划 不单只需要积极招揽专门人才 亦都要克服劳动力错配和短缺问题 明波写平 本港服尚步伐过去一个月显著加快 防疫措施大举放宽下 近期新增重症和死亡数字 亦都明显趋多 医管局分析发现 当中不少个案都已经打足三针 鉴于接种疫苗所产生的抗体 会随着时间过去而下降 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 提醒长者和有需要人士适时补针 从而巩固本港防重症屏障 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道指和标指先升后跌 纳指连升第二日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七点 跌一百一十二点 表蓬白指数报 三千八百九十二点 跌两点 重磅科技股包括电商公司亚马逊 以及电动车公司Tesla做好 加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强劲的美国劳工市场有降温迹象 投资者忠敬联储局会放慢加息步伐 都离好美股早段表现 市场观望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星期二的发言 会否就日后利率去向有更明确的指引 而今个星期省后将会公布 去年十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以及大型银行股业绩 也是焦点之一 投资者担心通胀再次升温 美股升势受限 标普五百指数升超过百分之一之后转跌 指数十一个行业分类个别发展 其中科技和非必须消费品股做好 但健康护理股受压 道指开始升三十三点之后 升幅逐步扩大 绝多升超过三百点 其后有联储局官员重申 利率明年都会维持在高位 另一名官员就表示 下个月有机会 加息四分之一来或是半来 到此升幅逐步收窄并且倒跌 最终以近传入低位收市 富瑞预计 亚马逊在开支方面的压力 下半年会得以舒缓 亚马逊股价升百分之一 金融科技公司 蚂蚁集团 创办人马云 放弃公司控制权 意味阿里巴巴进一步刺割蚂蚁 市场普遍认为是监管元杰 和蚂蚁铺路上市的先兆 阿里股价升百分之三 特斯拉在中国减价之后 部分Model Y车款的 度货时间延长 反映需求增长 特斯拉股价升大约百分之六 各别零售股捱沽 加拿大体育休闲服装品牌 Lululemon 折入旺贵销程预计欠佳 股价跌百分之九 在科技股方面 联纳斯特指数曾经升超过百分之二 其后升幅收窄 收报一万零六百三十五点 升六十六点 升幅百分之零点六 无线电视记者 录子旗不道 又来到中华略景时间 前塘江一个沉寓纸葬加工厂 不单是亚洲最大 更加橙窗利民众共赴的黑黄金 一起看一下 在前塘江源头 这个亚洲最大的沉鱼子涨加工厂 350个圆形的鱼池有罪排布 不同品种年份的沉鱼畅有其中 原来养殖沉鱼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公司现在主要的养殖基地 在浙江、渠州、千岛湖等地 都是国家一级水质 我们主要的产品是出口为主 我们目前80%以上的整个鱼子涨产品 是出口到国外的 那么整个市场是按照20%左右的增幅在增长 鱼子上有黑黄金之称 为保证产品质量 所有环节都需要人工操作 而且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 员工黄清泰说 以前在四川老家工厂打工 每个月仍然有大约1800元的收入 这里待遇好很多 所以每年回家过年 都会介绍亲戚朋友来这里打工 我的工作们现在就是做抓鱼 上车、下车 看这个鱼的变形 什么都在弄 这个待遇不错的 反正下班就吃饭 反正吃了就休息 我一年就是五万多到六万 沉雨继的全产业链 带动当地150多人就业 每年收入超过600万人民币 企业亦都在四川建立新的养殖基地 将共赴模式复制到更多地方 毛泽子记者默斯文不得 厦门有台湾青年 学习在电商平台直播大科 期待在内地市场创出一片田 内地电商平台发展蓬勃 直播大科产业兴起 来自台中的张孟瑜 五年前都厦门读大学 毕业之后留在那里做事 他接触到电商购物之后 想尝试成为直播大科主播 追寻更多机遇 张孟瑜和六名都是来自台湾的朋友 一起参加了这个网红主播大赛 活动在直播平台支持下 采用小班培训 全售带货技能 带动两岸青年进入直播领域 内地前年直播电商交易规模 已经超过两万三千亿元人民币 2022年数字更加预计会突破三万亿 两位台湾青年都期待 可以在电商直播产业有所作为 无线电视记者李泽浩报道 农力新言就来到 武汉举办大雨奇景灯光节 展示来自四川自贡的飞围稀雨灯 一起看一下 一条条雨在路上漫游 令入夜之后的武汉成为水中世界 这个主题公园举办的大雨奇景灯光节 更加找到四川自贡稀雨灯飞为全城人 打造过百组稀雨灯 稀雨灯象征五谷风灯 风调雨顺等美好祝愿 当中这条由过百人手工打造 长28米的锦利灯组成为全场焦点 主题公园负责人说 灯光节结合了传统飞围文化 和现代潮流元素 除了我们的流行灯组之外 我们这次也融入了更多的 一个传统中国文化的飞翼灯组 让前来游玩的游客们 感受到我们国潮文化的魅力 然后让我们的飞翼文化成为一种潮流 除了稀雨灯 园区内亦有白兔灯灯色 夜以未来一片光明 无线电视机就在彭建华报导 这次中华乐警报导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和大家跟下电动车商关股份 电动车生产商Tesla在内地减价之后 在内地部分的车款交付期延长 分析认为反映销情改善 有业界人士认为电池成本下跌 对车厂的盈利都有帮助 当中都看看港管一边的比亚迪 再被巴菲特减持 今天来说股价暂时靠稳升8.5% 报202元 蔚来汽车升超过3% 报84.05元 小鹏汽车没升跌 报38.95元 理想汽车就升3.7% 报86.05元 零跑汽车没升跌 报27.95元 其他焦点股份 看着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创办人马云 放弃公司的控股权 意味着阿里巴巴进一步切割蚂蚁 市场互片认为是监管原意 和蚂蚁铺路上市的先兆 阿里夹马在美股继续做好 港管一边今天回回2% 过外部108.1 至于Bilibili方面 配股集资超过31亿港元 最新股份跌幅超过4% 额报213.8 宗教方面 宗教控股都配股集资 埋近16亿 股份都有4% 过外的跌幅 报11.5 至于金鱼集团 和元通国际快币 都发了刑警 两只股份都要向下 金鱼集团跌5仙 跌幅超过4% 报1.02仙 元通速地 就是有一成过外的跌幅 跌幅 埋近1.1 报2.45亿 内房股消息都跟进了 合警贺库上一个月的预售额 按年跌近6.3 股价最新跌幅 埋近2.2% 报2.09仙 至于月售地产 去年的合约销售额达标 按年升超过8% 月售地产跌幅超过1% 报10.7 至于保利置业 去年的合约销售金额 按年跌1成1 最新股份无升跌 看得讯中国 去年的销售额要跌了5成1 股份同样无升跌 跌在8涂 至于建业地产 去年的物业合同销售要跌6成 股份同样无升跌 现价是4.4500 消息股 看着铸云华集团 预期去年的亏损收窄 股份无升跌 报2.4500 至于车股吉里 去年的销量增长8% 但达不到全年的目标 股份1%过外的沽压 报11.52 而广汽去年累计销量 就升超过1成3 股份靠稳升2先 报5.49元 现货金价曾经升至 压近8个月的高位 受到美元弱势等等的因素大动 今天两只的黄金相关股份 都要向下 紫金矿业要跌4先 报12.46元 招金方面都有1%过外的回涂 报9.50 这次开始 第一期报导员再会 早晨 行政长官会先向大家发言 之后回答大家的提问 提问的时候请每位记者朋友 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肖 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 一起看一下现场情况 首先 过去两天 即是在1月8号和1月9号 我们通关之后 从两天在口岸的运作情况 我们看到都是畅顺的 过关的时候都是有秩序 安全 而且大家都相当配合 我这方面是很高兴 我们在口岸的人员 对于整体的运作 他们不断去按着实际情况的处理 我认为他们是处理得到位的 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天 由香港去内地 我们所占的人数 其实跟我们所安排的人数 其实都有空余的 即是还是有空余的人数 是可以用我们定下的 每天五万的人数安排的 所以我们看到 未来这两三天 其实针对我们五万的人数安排 都还是有三至四成的人数空位 是可以大家预约的 而当然了 是最受欢迎的 年二九 大致上 都是还有少少的 空余的人数 当然了 但是它较为受欢迎 都是有九成多的人 已经预约了在年二九 年二八也是另外一个 最受欢迎的日子 年三晚就是第三个受欢迎的 但是这几天 都还有余额的 所以大家可以按着实际的需要 去作出安排 而且我们的预约系统 是设计了八星期 可以给有关人士去作预约 现在我们整体宣布我们新通关计划的预约 到现在 其实真正预约的人数 在这八星期里面 大约是占了我们百分之十七的 即是两成都未够 即是说我们是去设定五万个人数安排 是符合实际的需要 当然我相信在通关之后 人数会一路上升 所以我们会看着实际情况 也都每天会和内地的有关单位 是大家沟通协调的 而在我们观察了多几天之后 两地的政府都会去大家去检讨一下实际的运作 还有没有调教的地方 以及考案和人数有没有调教的空间 通关在这几天里面 以及在市民的反应 我觉得是代表了 第一是团圆团聚 也都代表了民心所向 代表了我们两地的紧密相连 另外也都代表在经济方面的提振 因为我们很快就看到 人流会增加 当然第一 第二天这个数目是我们预期所来的 之后相信会不断增加的 不断增加将会带来 零售、餐饮、商务、展览 和迟下的旅游都会提振起来的 第三个也都代表 我们作为香港的国际城市 在一个国际城市里面 我们是背靠内地联通世界 这个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发挥起来的 也都会对于引入企业、引入人才 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另外呢 通关也都代表了 我们香港也都再开新篇了 那我们是 会很热切期望我们 因此而带来多方面的 正面效果的 现在我欢迎大家提问 接下来提问的时间 请提问记者 稍后呢 就是用我们给你的麦去发问 另外就每位记者提问 不多于两题 和先介绍你 例子哪个传媒机构 第一位提问 左手边 右边第二位男记者 前面那排 早晨特首 南华早报的英语记者 首先请问 政府有没有高估了通关的经济效益呢 因为过去两天 其实是比较多人去内地 而南下的人是比较少的 还有 反应其实好像不太好 另外呢 我们会不会像澳门那样 将新冠疫情 宣布为封土病呢 多谢你的问题先 我认为通关的经济效益 是正面的 现在还是刚刚通关的初期阶段 当然啦 旅客需要作出安排 他们要作出调整 才可以开始这个旅程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就来农历新年 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的传统 就是要一家人团聚的 去共度农历新年 所以 很明显 大家都会作出安排 去这样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他的活动就会随之而来 包括旅游 展览 他们也会为零售业和餐饮业 带来生机 旅客也会在南下北上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这些活动 恢复了 现在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始的阶段 我们仍在观察中 这些活动 旅客 我们相信他们已经开始 在计划 来香港 第二 就是我们评估了 究竟会有多少人来 所以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个 是适当的配额的安排 确保所有的口岸 都是可以以有最 暢顺和安全的安排 是给零客过境 所以我们已经考虑了 这一切安排的安全的系数 确保一切都会有最终的安全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会确保 其实我们很知道 很多旅客都已经在做安排 希望在农历新年期间 和家人团聚 或者是来港旅游 正如我所说 到时这些活动 就会越来越蓬勃 另外 很多来香港的来地旅客 都需要有适当的签证 才可以是来的 这些签注的程序 从国安开始 所以当 越来越多签注 被批发之后 就会有多些旅客来港 另外我们不只是在看一天或两天的情况 我们是在看长远的效益 这一直都是很多人的愿望 他们希望可以是 可以通关 不单是为家人团聚 亦是为了进行 其他一切的正常活动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 两地之间的正常人员 往来 就不单止会确保 我们两地的经济活动可以正常进行 亦都是等于我们的国际的出行 都会是多了的 海外的旅客都可以是来到香港 通过香港进入内地 反之易言 所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很多好消息 其实政府是准备了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 在2月就会开始 我相信在2月旅游业会越来越蓬勃 所以政府打算在2月推荐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 去吸引旅客和商机来香港 我们会与旅游业界这样的联系 以及与商界一起去商讨 如何去进行这个宣传 至于我们的疫情的操控措施 我们会密切留意情况 我们的决定是会基于科学的数据和实践的情况 我们会留意重症和死亡的数字 我们也会监察整体的香港公盈医院服务的情况 这些是很重要的数据 在我作出考虑究竟是作出什么措施的时候 我会慎重考虑这些因素 我也会提醒市民 其实是世卫组织 是没有改变到对于2019冠状病毒的定义 我们也要留意可能出现的新变种 现时为止所有的数据和证据都显示 情况是受到控制的 所以政府认为我们可以恢复跨境的来往 只要有罪和安全就可以了 至于我们何时会考虑取消其他的措施呢 最重要的是考虑数据 下一位提问 右手边前排中间男记者 你好,Kable 首先想请问 现在内地检测CT值35以上是阴性 但香港一般CT值40以上的检测报告才会显示阴性 一些刚刚康复的人 就算拿到证明 可能也是一个阳性的证明 或者有人来到香港后 便会滞留 拿不到阴性的报告回到大陆 其实这个两地检测的一个标准不一致 其实未来会不会就着CT值这个问题 会作出一个统一的安排 内地亦规定三岁以下的幼童 一定要用烟壳或者被烟熄指 会不会跟内地当局说 可能可以改用一个糞便的样本 针对这些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第二条问题就是关于药物的问题 其实澳门之前就实施了一个药物的限救令 又限制过这些药物大出境的数量 其实想问香港未来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个 措施去规管 那请问哪些药物你们是会考虑去立法去规管 是不是一些可能近期比较有抢手的指痛退销 指射药等等 实际的操作会是怎样呢 有关于CT值的问题 医务局卫生局其实是 现在将会和我们不同的发验室 去统一发验室出这个报告的实际标准 因为不同的发验室 它会按着一些国际的标准 来到去出它的发验报告的 这个医务局卫生局现在正正是和不同的实际室 大家去沟通 看看我们怎样统一出这个核酸报告的一个阴性证明 另外我们都是和内地的单位保持沟通 在这方面最主要是内地的单位是针对我们香港发出的 检验报告是否是阴性的结果 阴性结果是最主要他们看的 所以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现在是针对在阴性结果 这个说明里面和不同的实际室 大家寻求一个共识 希望标准是一致的 另外就是今天 医惠局今早都出了一个声明 有关三岁以下的小童 他们实际是在阴性结果要求的方面是怎样的 我们香港在入境方面是豁免的 三岁以下是不需要憑音性的证明 都可以入境 内地在这方面没有和香港一样是有豁免的 这方面当然我们会和他们沟通 看看这方面的考虑是怎样的 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 香港我们在这方面 已经和做这方面检测的供应者 大家是同意了 我们都会在香港提供向三岁以下的儿童 提供阴性检测的服务 另外是关于药物方面 我们是留意着药物供应的情况 很肯定我们在政府 以及我们供应的医疗系统 是非常充足的医疗用品 这方面是充足的肯定的了 特别是包括我们退消药 我们的供应非常充足 对于在市面上一些药房的供应 当然我们会看着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也打算和药厂提供药物给不同的药房 大家去寻求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法 就是在药房里面 埋买某一类药物 是有一些自律性的限制的 这里我们是在和药厂谈论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情况是需要 用一些立法的手段去处理它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我希望尽量可以和 包括药厂以及售卖有关药物的药房 会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协议 去处理这方面 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最好的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真正的市面上 所针对的都说了退销药 现在我相信 都是处理着退销药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其他的我们都看着实际情况 去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措施 时间关系 我们回答今天最后一位提问 右手边前台的女记者第一位 是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通关这两天我们都看到 特区政府是全力部署 整个市面的过程都是很顺畅 我们想问之后高铁 何时会恢复呢 和相关和内地的自费核酸检测 在价格和方式方面都有不同的 会不会对两地造成的困扰呢 可不可以用快测结果来代替呢 我们都知道在高铁方面 大家的需求都是很热烈的 我们现在是 争取在星期日 看看这一方面的恢复 这服务可不可以开通的 我们都是正在争取 和有关单位密切联系的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是在部署 高铁的营运方面 已经做好准备 包括 高铁在口岸方面的人手 另外 其他 就是 需要营运方面的人手 特别是司机 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些培训 和演练 另外 内关于核酸检测的价格方面 我们明白 是有不同价格的两地 但是我们都要 看看每个地方 它本身的条件 营运方面 有什么要求 现在这个价格 比以前香港的价格 都是低了 当然 在这方面 我们会不断和有关的供应商 再探讨这个问题 至于 会不会 改变在核酸检测方面的要求 这个就需要两地政府 去大家同意的 目前来说 我觉得核酸检测 是 对于 是因为 我们感染的人数增加 所以就有些关注 对我们疫情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 核酸检测 能够提供有效的保障 确保我们在香港 甚至在内地 两地的疫情 都有一个 比较风险可控的方法 去防控就是 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去确保离开两地的人士 都不会 有一些感染者 不会带来因为通关 两地疫情方面的风险 在风险可控的目标下进行 以后 我们都会审视的情况 看看 有没有 一些空间去调校一下 包括核酸这个要求 当然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以及我们以后实际的数字 去看看这个风险方面 是怎样可以管理好 每个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谢谢 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行会之前见记者 交代 交代星期日通关之后 各口岸运作暢顺到位 到这一刻 未来几日通关名额仍有余额 因此认为每日5万名额合乎需求 政府会持续观察 及后两地政府会作检讨 適时调整政策 特首形容通关的经济效益是正面 预告2月举行大型宣传活动 以吸引旅客和商机 有信心本港旅游业将会越来越蓬勃 李家超都交代 正是同药厂、药房三方 商讨退销药等药物的供应协议 现场情况看到这里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